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 那么美国如何实现的工业化呢? 19世纪美国从一个西方比较边缘的国家变成第一强国 主要是靠伟大的制造业 整个19世纪美国老老实实的搞工业 搞得挺好的 最终美国成为了今天的世界霸主 我们一般说现在美国霸权有四个支柱 第一是强大的高科技 第二是强大的美军 第三是美元 第四是话语权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么一个逻辑 这四大支柱在二战以前 美国都是没有的 它是二战胜利的产物 懂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 二战胜利以后 思想与科技最发达的是欧洲 欧洲当中是德国最厉害 英国也不错 美国是比较落后的 二战胜利以后 美国一下子从德国挖走了一百多万工程师 所以人类的科技中心转到了美国 这是二战的结果 不是前提 另外 军迷们都知道 二战时候 美国打仗一般般的 美军之所以能赢 坦率讲 你们家一颗子弹 老子一百颗 就是靠力气大 练武术的都知道 一力降时会 你说我技巧很好 对方来一个蛮力巨人 一拳就给你打死了 美军就是这么赢的 没什么技巧 二战以后 美军力量大了 然后美国就是经常打仗 所以现在训练出来了 二战以前 世界上的金融体系 是围绕着央棒来安排的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 美国搞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时候才有美元霸权 二战以前 坦率说 好莱坞也没什么 二战期间 在欧洲战场 德国的宣传公司是很好的 在太平洋战场 当时很多美军 特别喜欢听 那个日本帝国的烧音机 当时 日本帝国弄了几个女士 叫东京玫瑰 把美军迷得不行不行的 听说 这几个女士 后来都跑到美国定居去了 深受欢迎 坦率讲 今天我们很崇拜 美国的四大支柱 全部是二战胜利的产物 不是前提 导致美国胜利的东西 就是它强大的制造业 比如钢铁 日本打中国 当时很顺 因为日本年产钢铁 650万吨 中国年产钢铁 只有4万吨 而日本傻乎乎的去打美国 他傻眼了 日本600多万吨 美国8600万吨 这就没法打了 我个人认为 美国的历史 在1971年发生了转折 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个核心的条款 就是你们各国的货币 跟我的美元挂钩 而我的美元跟黄金挂钩 他承诺一盎司黄金 换35个美元 然而尼克松总统 突然就跟世界宣布 黄金跟美元不挂钩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美元的发行 就不受黄金储备约束了 但是全世界已经依赖美元了 这个时候 他滥发货币没有制约 发的越多 他也越赚钱 这个其实对世界 对美国都是一个隐患 从1971年开始 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虚拟化 就是金融业 一支独大 实业萎缩 历年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 1971年之前 美国贸易年年顺差 之后开始逆差 直到现在改不了了 美国有一半的实业 永远离开了美国 经济学界的共识 就是再好的高科技 如果不能变成市场 接受的产品 那就是一张废纸 现在美国的很多发达技术 找不到产业去生产了 因为有一半的中低端产业 跑到了咱们的浙江 深圳苏州去了 另外美国的精英 冷战以后很傲慢 对内欺负老百姓 对外欺负其他国家 导致现在很困难 我觉得现在美国 已经有一种情况 叫霸权依赖症 它的整个生存方式 就是维持它的一把手位置 所以任何国家 威胁它一把手的位置 它就一定要长它 我认为近代人类历史的表象 是人类从古代走向现代 近代世界史的实质是工业化 就是人类从农业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效率 在经济上 军事上 碾压 农业文明 工业化 就是以 大机器生产 为依托的 现代制造业 西方的崛起 就是因为他们率先掌握了大机器生产 率先掌握了现代制造业 那么它的经济效率 军事效率就碾压东方 咱们江南地区 一个女工摇一个纺车 就一个杀定 而通过大机器生产 一个纺制女工 管一百个杀定 另外 有大机器生产 就有了 尖船力炮 机关枪 导弹 到了我们东方 打那个长矛大刀 那不叫战争 那叫单方面屠杀 西方借现代制造业的经济效率 和军事效率 行霸天下 今天我们中国为什么崛起 因为我们也掌握现代制造业了 现在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基础 谁掌握现代制造业 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不过我告诉大家 一个消息 在全世界二百个国家当中 真正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的 也就二十几个国家 全部集中在北温代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 北美 就是我前面讲的世界经济三中心 这三个地区 有两个文明 东亚的文明 是儒家文明 西欧和北美的文明 是新教 在工业化进场当中 最伟大的事件是三次工业革命 分别是蒸汽机 电气化和计算机 大家请注意 这三次工业革命 全部是英美垄断的 蒸汽机革命是英国的 后面 电气化和计算机革命 是美国的 人类的三次工业革命 都被他们家掌握了 所以他们家在世界上就是很厉害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力都在他们家 这就是现代史的基本情况 中国成了世界的变量 就是因为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新中国这71年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把这个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 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现实 工业化是决定现代国家命运的前提